OK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好诗 哎呀 我不得不再次吹嘘一下我的电脑啊 实在是太给力了 你看我现在开了有多少程序 我这边是渲染着视频啊 然后呢 我这边还玩着游戏 并且是最高开 然后我现在还给你们录着视频 我来个去的 我这太喜欢人了 这电脑 配置高就是爽 钱花到哪儿 哪儿待进 好 吹嘘的话说到此为止 咱们今天呢 接着来讲黑色沙漠的第二期 技术项攻略视频 那在你玩这个 作为一个萌新 你刚接触到这个游戏的时候 有很多玩家会慢慢的就开始玩不下去 觉得这游戏到底是在玩什么 懵逼啊 不知道干什么 那是因为 为什么呢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就是你开启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你来到了一个过于复杂的游戏世界 导致你不知道从何着手 所产生的一系列的 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什么 这个词 自我反馈吧 就是感觉反馈 那上一期我说了 这是四个技能 这个贡献度 这贡献度太复杂 我还是得放在后面再来讲 我先给大家 先简单的来讲这个游戏的一个 大致让你先了解一下这个游戏的系统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写实的游戏 在这个游戏里边 就像现实世界一样 是没有传送的 而它的地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并没有开太多 我这个地图并没有开太多 它这个地图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是一个无缝衔接的地图 不需要读条 不需要loading 这边是大海 然后在大海的左上角 还有一个岛屿 还有一片很大的 这个算是大陆吧 中间还有很多小岛 然后它为什么叫黑色沙漠呢 因为这一片有一个沙漠地区 沙漠才这么大 没多大嘛 但是它就叫黑色沙漠 然后它的陆地 哇去非常的大 并且不能传送 不能传送 你到哪都只能慢慢的跑过去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一匹好一些的马 关于这个马的话 它分为 就从一世代一直到八世代 再往上面幻想马 有天马 就有翅膀呢 还有麒麟 还有那种地狱马 那个特别难 那个就咱暂时不说 就你刚开始上来 就如果你充铲铲包的话 系统会送你一匹五世代的公马 你可以先凑合着用 然后你平常抓马的话 你会抓到就是五世代以下的野马的话 都会 这个羊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回头咱们再单替一期专讲 我只是先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反正你要有一匹比较好的坐骑才好 才好 那我这一匹马呢 我只是做任务 刚好送了一匹五世代的马 你看 我先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这个技能比较给力 一个是有冲刺 一直按着Shift它会冲刺 然后按F它会往前喷一下 就要瞬间加速 马都是有技能的 我现在我已经有一匹八世代的马 我自己培养出来 这个世代怎么往上升 就是由第一世代的公马和母马交配 然后就有几率生出来更高世代的马 比如说它有等级 这个马也是有等级之分的 现在我才六级 马的最高等级是三十级 不管它是什么世代 它最高等级都是三十级 两匹三十级公马母马 去交配的话 去交配市场交配 它就会有很大的几率提升 你的世代甚至跨世代 两匹五世代的公马母马 交配出来可能直接就是七世代八世代 这样来往上升世代 这是马 然后另外就是劳工 你会雇佣很多很多的劳工 来帮你去干活等等 你可想而知 你看这个是有多复杂 然后又有女佣 女仆 然后还有宠物 宠物是这个 我去太复杂了 就懵逼啊 不知道该干什么 好 咱们一个一个的来解决 我们 我刚才就是在挂马 挂马一直让它不停的跑 就会升级 我们先回到城里头 让它先慢慢引路 跑回去 按一下T就行了 就可以让它自己自动 就会全自动的跑回去 那 就是当你知道了 这个世界是无法传送的一个世界 之后你会发现第二个让你惊讶的问题 就是每一个城镇啊 它每个村庄还有城镇 它都会有一个仓库 这边呢 我点开这个城镇 它就会出现我的仓库 它这个仓库竟然不通用 不过这点倒是挺写实啊 以前就像玩圣华危机2的时候 还觉得 这个仓库为什么可以直接顺移 大家直接跳到那个仓库里头 不就顺移跑就好了 这个呢 这次就不行了 这次你跳仓库也跑不了 比如说这个海地尔 是你第一次会碰到的主城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城 这个我来到海地尔之后 大家先 大家是从新手村 是渔村 就贝尔利亚村庄 你是先会从一个西部警卫营地 从这儿出生 然后会做一系列任务之后 让你先来到贝尔利亚村庄 你在这儿碰见仓库 我终于可以把商店 我终于可以把身上的垃圾卖一卖 然后把东西存到仓库了 好 然后接着任务又走啊走走走走 一直走到了海地尔 我把仓库东西取出来吧 一点开仓库你懵逼了 啥也没有啊 我仓库东西呢 每一个地方的仓库都是不通用的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的系统 其实让你玩什么 你就是一个搬砖工 你需要不停地来运送物资 运送物资 但是你可以不运的话 你就用仓库里头会有 会有一个运送啊 用他花钱来让他帮你运 他会有一个小马车 有一定的时间来帮你慢慢的运过来 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等时间的 比如说我现在还有就像我 现在比如我在沙漠里头 我受人欺负了 而我的老大帮我出头的人 现在在这边 或者在大海海洋上 那他想要过来帮我 他又不能传送 他只能慢慢慢慢的跑过来 到时候他当他来的时候 黄花菜都凉了 这就是游戏的这个系统 是非常非常的真实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你打电话 你要群架打群架约群架 结果人也把你给揍了 人都跑完了 你那边人还没来 这是很真实的一面 就是这样 这个游戏就是这样 所以可能会让某些玩家失望 我必须得先把一些话讲在前面 免得你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下载游戏 注册账号 又充值了 结果玩到游戏之后 你发现不是你想要的游戏 这游戏有一些很扯淡很扯淡的地方 然后他这个像这个马舅 你每次存放的话 你在没有扩张马舅之前 他只能存三匹马 或者是一辆马车也是一个占一个位置 我们把它给存回去 我把我自己现有的这匹马给取出来 当然身上装备 马身上也有装备 我都给取下来了 因为他已经练满级了 我现在主要练的是别的马 所以就没有在他身上穿装备 就马的装备是通用的 所以我把它拖下来 给我想练的马穿上就OK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培养出来的一匹八级马 不是八世代的马 然后它是一匹单盆马 不太好的一匹马 只是比较算是中下等的一匹马 你培养出来八世代 也不一定就有多好 但是它有多快呢 它肯定比你的马要快很多 虽然它八世代什么也没穿 但是它是一匹单喷 它单喷就是瞬间加速就是一喷 还有一个连击瞬间加速 是马的第二个技能 就是双喷 加上它这个飘移飘移 就喷的话 你只是往前喷 它半天才能喷一次 三秒钟可以喷一次 这样速度就很慢 为什么不喷了 三秒钟才能喷一次 它速度就会很慢 但是如果它刚好又有 飘移这个技能的话 它就可以重置 就是其他的技能的CD时间 导致你就可以 就这样单喷 而双喷的话 就是飘移完了之后 可以往前喷两次 然后地狱马 据说是喷三次 但是地狱马 现在还没有更新 反正是比你的马 还是要快一些 比一个新手的马 还是要快一些的 为什么我们要一匹快马呢 因为效率啊 这个地图你又不能传送 你只能通过马 就跑来跑去 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 然后养马又是一个 非常非常庞大的系统 你运送物资啊 你去支援你的队友啊 等等都是需要马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世界boss 你想要打到更高的装备 更好的装备啊 比如说这个卡兰达 单温 你在网上搜的话是单温 但是在台服里面是叫 单提利恩 单提利恩 他掉这个就是最牛逼的 觉醒装备 觉醒武器 目前啊 我刚好已经有了 我玩不到一个月 竟然有了 那是因为我运气太好 在黑商竟然给刷出来 并且只卖一亿多 那简直运气爆炸 才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我有了 但是我不是打boss掉的 每个人 这个boss 当他就是吼叫了之后 你屏幕上会出现 你觉醒之后 反正等级高了之后才会出现 当他吼叫了之后 这世界boss 都出现之后 他就会 你屏幕上方就会出现 什么什么boss吼叫了 然后你就赶紧骑着你的马 去打他 前期当然是不用了 你就骑着马去打他 但是像单温的话 就算你有匹很快很快的马 你从比较远的地方赶过来 他基本上是被人已经全欧致死 你是拿不到什么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boss 你还是比如说裤臀 这个罗培勒 这沙漠里头的 这些都是比较后期的 我只是先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你要有一批好马 因为你要快速的跑过去 在这个怪物 这个世界boss没有被人给杀死之前 你就要冲过去 所以你当然 有些人说我不喜欢玩这个坐骑系统 对不起 你不得不玩 然后你说 那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升级 我不喜欢生活 我就想单独的 就是 每天干一干怪 然后刷刷装备 提升提升的技能 干怪基本上是刷不到什么装备 但是它的收益非常大 你可以赚钱 那行不行呢 我不玩生活 其实按道理来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的游戏体验会差很多 这就是我要 接下来我要喷这个游戏的第二个槽点 我觉得非常非常让人蛋疼的一个槽点 就是 因为它的生活系统过于复杂 过于庞大 导致玩家第一是不知道如何找手 那我不玩行不行 也还不太行 那好吧 我比如说 咱们点开一个 那这里边 我们投资房产完了之后 它会让你选择 比如说有什么木材加工 服装加工 造船厂 木材加工厂 蘑菇加工 哇 好多好多 那我们就选择一个来玩 好吧 我们就选择一项 反正劳工替我们干活 我们主干那么一两项 行吧 比如说我就造了一个工具工坊 它可以造出来很多工具 比如说造台 然后大家去砍树的工具等等 就这样的一个工具工坊 我造了一个 然后我想去造这些工具 我发现它需要的东西 蒙逼完蛋 我一件都没有 或者说我肯定会有缺的 这怎么办呢 这一个系统又牵扯到了别的系统 还有种地等等 太多太多了 又牵扯到了什么 我要造一个家具 比如说有人想造家具 造家具 但是你要造家具 你又牵扯到了别的东西 就是它的生活系统不但复杂 并且还是一环扣一环 你干这行 你还得跨领域去干别的 那我那你说我 哎呀我这个缺少材料的话 那我去拍卖行买呗 对不起 由于现在的拍卖行系统 是是一个计划市场 就是的一个拍卖行系统 所以有很多材料 消耗品 我们来看 不是消耗品 材料 你往底下拉 全是灰色的 全是灰色的 你买不到 也就是说 你不得不自己去干 就好像你是在玩了一个系统极其复杂 极其庞大的一款单机游戏 这就是我要吐槽的点 但是还好 我上一期已经说了 因为这个系统 它马上要进行整改 也就是说 以后有可能 就在2019年1月16号之后 台服 就有可能把这个市场给搞活 导致我想干一两件生活系统 我想主干一两件生活的话 有可能你能干得下去 不需要太多的跨领域去干 就不需要太多的一环扣一环了 我需要这比如说这个钛矿石 我直接买就好了 我没必要 我也自己去弄吧 对不对 我就干我的专长好不好呢 关于生活系统 是一个极其复杂 极其庞大的一个系统 它也需要你的贡献度 我只能先简单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觉得就是 如果讲得太深的话 作为萌新 你其实不需要了解那么多 作为萌新 我今天其实主要想讲的就是 你随着主线的推移 一直往后面走啊走啊走 你会先来到海地尔 然后一直又往左边走 一直到卡尔佩恩 就卡佩恩城 然后呢再一直跟差不多 就前几天很快的时间 你就会到四五十级 就差不多五十级左右 你会到卡亚之湖这个地方 基本上你一路打过来 都是无难度 在你觉醒之前 几乎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你的装备也足够 这里面有几个非常好的地方 是让你刷怪升级要打钱 很好 很好的地方 就是这个年鱼人营地 还有这个 慢沙之森 慢沙森林 这里边的怪非常非常密集 然后难度也不是很高 足够你升到五十级以上 是没有问题的 当你很快的速度 根本就用不了几天 你觉得五十级是很靠后的一个进度吗 并不是 五十级完全就是一个前期的一个等级 但是五十九级 从五十六级之后 那就又不一样了 它系统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漫长的升级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前五十六级可能很快就升到了 但是从五十六级 它需要的经验值 那就是翻着背的往上涨 就到目前为止 台服第一名 刚刚前两天有一个人达到了六十四级 它就像是一个几何倍数增长 你二乘四 四乘 再四乘二 每一次都乘二乘二乘二 前面都很少 都很少 你可能打第一只怪 你就一下子升了九级 但是当你升到就是五六十级 再往后六十级 就等于说是这个游戏的软上限 这个游戏是没有等级上限的 你只要够干 你想升到一百级 没问题 是吧 但是目前最高台服最高是六十四级 你可想而知这个人 这不是这个系统到后面 你差一级 可能你们要做好几个月的进度 那前面五十级 就太easy了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系统 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下 那当你有了这些 有了就是系统送给你的装备 有了就是也打到了五十多级 然后你来到了 就是接下来会非常 经常待的一个区域 叫梅迪亚地区 就是这一片区域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差不多在你觉醒之前 你会身上赚到有两亿左右的钱 这个游戏比不太值钱 两亿听着很多 但其实并不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 包括系统送的 然后你自己打的等等吧 你只要没乱花钱的话 你会有两亿 这两亿就是你的启动资金 大概两亿左右 可能会高一些低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你该干什么呢 这都是前期你所要做的事情 你其实你当你有一些钱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在拍卖行 来拍一些装备了 我建议的装备 其实这个游戏 大家不要看它什么蓝颜色的装备 绿颜色的装备 黄颜色的装备等等 不要看它的颜色 这个游戏好奇葩 是不看装备的颜色的 而是看它加几加几 大家要买的话 像这个格鲁尼尔装备 这加15 你平常几乎是看不到的 就是你要看到它 就赶紧买 你平常没事就翻一翻这个交易所 交易所的话 你必须是跑到城里头 有那个交易所 你才可以买 如果你没有这个女仆的话 就像是远端仓库 然后这种远端交易所 像我在这种野外 我直接打开交易所 我直接可以购买 但是20分钟的CD 这个是需要 就是系统会送你一个 再以后你好像 再拥有更多的话 那就需要花钱去买了 这个回头再讲 就是反正你在城里头 你看见像这种加15的 加15是什么 就是用小黑石 我有没有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仓库 你会得到 你在游戏里边 你会经常得到这种 有武器的黑石 就是黑石括号武器 黑石括号防具 这种叫做小黑石 小黑石 它是就是用于升级你的武器和防具 加1加2加3 一直到加15 加15 然后如果你在拍卖行看到了 就是加15的像格鲁尼尔 还有如果你不是一个就是充值的玩家的话 我建议有有一个海克利斯好像是 反正就增加你负重的 这个游戏负重特别重要 负重特别重要 为什么没有 你不要看这种 这是王庄 这都不用说了 我先把它给挂 就是不要看这个装备的 有啊 但是它卖完了 像这个 就是增加最大负重的 有人有怪要过来打我吗 不是要打我 女仆 我只是打开了一下拍卖所 但是我没有买东西 这女仆出现一下 她就会走 但是她是不消耗我的这个CD的 要不然的话 她会有20分钟的限制 你买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充值玩家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买格鲁尼尔这一套 格鲁尼尔鞋子 格鲁尼尔手套 很难买到 很难买到 但是慢慢买 买一套加15的 如果你实在买不到加15的 你可以选择 有加几的就买加几的 然后自己把它点到加15 关于如何强化装备 我回头会再教大家 这个强化装备 是这个游戏的最核心 因为其实你看装备 是不看它的颜色 颜色后期都可以改 而只看它是加几 那如果你不充值的话 那就是海克利斯 它增加你的负重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还有核贝利 其实这只要是加15的装备 都可以 都还可以 尽量把它 这是加生命的 这是加生命的 那你买一套 不管是格鲁尼尔套 还是海克利斯套 等等 反正就是前期 这个装备就是这样 然后武器的选择 也是要买一个加15的 尤利亚 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职业 它都应该是都有叫尤利亚 尤利亚的一个加15的武器 这是主武器 在你没有觉醒之前 主武器要加15的 然后辅助武器 辅助武器的话 它因为它名字不一样 但是就是它一个是注重攻击的 一个是注重防御的 像一般 我给大家 我玩的比较少 像这个谢翼尔 这是我知道的 你自己对比一下 你就会发现 肯定是有注重攻击的 有注重防御的 这个辅助武器 你自己可以取舍 你觉得防御力不够高的话 那你就要一个加防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攻击力不够高的话 你就要一个加攻 就欧洛斯或者是谢翼尔 谢翼尔这没有现在 但是匕首的话又不叫 就叫钢铁和青铜等等 所以每个人的辅助武器不太一样 所以我也没办法再跟你说名字了 但是前面装备都是一样的 并且它没有任何等级之分 就是我一级上来 我也可以穿一套 很牛逼的装备 这个装备是没有什么等级的 除了觉醒武器 它是要求你56级 必须觉醒才可以 好吧 那就这个关于装备 装备的选择就先讲到这里 这是初步的装备选择 好该来的还是要来 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游戏中 非常非常复杂 并且很重要的贡献系统 给讲一下 因为当你前期 这个还不是很重要的贡献 你不用管它 当你装备搞得差不多了之后 你就要开始着手这个贡献的问题了 那这个贡献度 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所有的任务 它都会几乎是所有的任务 它都会给你一个 像这个贡献度经验值 给50点经验值 这不是给你50点贡献度 它是给你50点经验值 我们看这个 我30-184 然后后面有个括号8.20 就是我的贡献度的经验值 想要从184升到185 它需要很多很多点的经验值 比如说我现在赚了50 我做完这个任务 它给了我50点经验值之后 我可能会涨到10点多 然后有的是200多的经验值 这个又是50 有100的 有200的 反正我们就是 就是用它来升级我们的贡献度 我们的贡献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然后200啊 300 400 你刚开始可能也就几十 那这个贡献度用于干什么呢 当你第一次打开你的仓库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仓库 如果你还不是会员的话 你只有8格 你的仓库非常的少 那我们就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比如我们现在可以 拿一点贡献度 来购买一个仓库 它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就是海地尔有一个转圈 就是它用一分钟的时间 你升级了一个一阶段的仓库 那你的这个 在这个城市海地尔的仓库 就会多出来三格背包 你看现在我是这么多格 这么多格背包 当它这个房子升级完成仓库之后 我就会多出来三格 但是有些房子呢 它光仓库它都可以上升三个阶段 我只需要投资一次贡献度 后面只用就是游戏币来投资 就可以追加更多的仓库格数 但是呢它有前置条件啊 像这样的高级的房子 它必须得你看确认购买条件 就是我必须在买这所房子之前 我必须把它前置的房子给买了 比如说一律购买 这现在我才能把它们都当成仓库来用 但是呢你前期没有那么多的贡献度 你想用于就你刚开始得到贡献度 可能作用也就是扩充仓库来用 那么紧接着呢 你比如说你要把它弄成一个自己的居住地啊 弄一个马舅 像这个海地尔只有一个马舅 它可以马牧场 它可以把 因为你的马舅只能存三匹马 你很快就马舅就满了 你就没有办法存更多的马 那怎么办 那只能就是升级马舅 相同的道理啊 你的马舅就会能多出来几个能存放马的这个位置 所以贡献度大致前期 就是这么个玩法 但是呢紧接着很快很快的速度啊 干脆我一下子讲完 就是你会要你连接据点 每次连接据点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一根黄颜色的线 可能看不太清楚啊 就是一根黄颜色的线 说明我从主成连到这个据点 这一根这根线连过来 它就变黄了 本来如果没连的话 它是白颜色的 像这个没有连的话 它是白颜色的 每一次连连接据点 它也是需要消耗你的贡献度 这二显示的有啊 消耗需要消耗两点 有的需要消耗三点 有的是一点 然后我们把一直就是把这些据点连连连连连 从海地尔一直连到尔提诺巴 这中间需要多少贡献度啊 需要好多好多 对于新手来讲 当然是需要好多 但是你玩时间长的话 这个就其实是很少了 这些连接据点又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当你用这个仓库里头 我存在这个仓库里的东西 我想把它发送到我尔提诺巴的仓库的话 我把这个据点连接起来 它这个运输的费用就会很低 当然不光是这一个好处啊 好处还有就是中间这些据点啊 就是有的是特产啊 有的是像这个 它可以去采矿去采集 一旦据点连接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派遣你的劳工 去到你连接据点的这个地方去进行采集 这个就说的有点远了 可能前期你们还玩劳工系统啊 又有点复杂 那就牵扯到另外一个系统 我就说他这个生活嘛 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 总而言之 你前期最简单的 就是先把你的仓库给扩一扩 投资一些房产 但是不要紧张啊 你就贡献度多紧张啊 这点数太少了 你把它买了之后 你是随时可以确认卖出啊 一律卖出 然后你的贡献度就完全回收 一点损耗都没有啊 就是你不需要的地方 随时可以回收 比如说我这个据点啊 我不需要了 我就把它这个贡献给回收了 但是我需要先把这个采集点啊 给回收 所以说这个贡献是一个无消耗的东西 你还可以用贡献度来去租装备 因为前期如果装备差的话 在卡尔培恩有一个可以租武器装备的地方 不过如果你要是有钱的话 直接从拍卖行买到比较好的武器装备就可以了 不用去租武器装备啊 嗯 这那么以上呢 就是大概贡献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 当然它是非常非常的有 有讲究的啊 比如说这些据点该怎么连 怎样省 包括就是据点 对还有一个就是贸易系统啊 贸易 哎呀我这一说就说多了 那反正简单来讲就是 你先不用管太多啊 这个连接据点啊 什么又合理分配你的贡献啊等等 你就先把它给生生仓库 让你先对这个贡献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之后呢 以后有机会 我再给大家详细的去讲贡献 以及贡献周边 它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收益 再慢慢的跟大家讲吧 这个东西你不玩一段时间 你刚开始上来 你绝对是懵逼 反正你就记住 先升个马厩啊 升个仓库啊 让你的空位先多一些 仓库是只要空位啊 它没有负重 你放一千个东西 也可以 怎么点开我的仓库啊 这仓库 比如说像这个一千个 一万个四千多个 你放多少个东西 它就反正它就只占一个空位 它不像你身上 你人物的身上 它是分为还有负重的 给大家看一个 就像这些药品吧 0.5斤吧 咱们就叫它 然后我身上能带一千三百多斤 这个其实你 人身上的空位刚开始 也是有点捉襟见肘 但是呢 其实空位到后头是不会缺的 包括还会 游戏还会给你很多 这个扩充背包的任务 你去做了就会给你 扩充背包 那你背包是基本上是不会缺的 你最缺的绝对是这个负重 这负重是这个游戏的 最难最难的 反正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是 就是你肯定会将来会为负重而发愁 那么我建议就是 如果你要是冲钱的话 你要开始准备为这个游戏课金的话 那优先是要买这个负重 买完了之后 但是他还只要求你 就一个账号 只能买一次 就不是说你这个负重想怎么网上课金 就怎么网上课金 他这个买过一次之后 你就不能再课 像这个负重我已经买买满了 就是所有的负重我都已经买满了 但即便如此啊 我经常就打一会怪 然后捡了一身的垃圾 要去卖吗 要兑换成钱 那还是照样会经常不够用 那这就又需要我们用到马车 那关于这一方面 我都回头再往后面的时候再讲 反正今天呢 先把贡献简单的 就是先讲到这里吧 那这期视频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第二期讲的已经稍微有一点点深入了 你在你就进到游戏里头一脸崩逼 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 你就记住一个是推主线 这是不会有错的 然后呢 就是做任务 他会给你贡献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刷钱吧 前期的话 像这个你任务只要坐过来到 这个卡亚之湖的这个年鱼人营地这边 一直在这刷钱 收益还是非常的可观的 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很干怪的游戏 很很干 其实我觉得挺养老啊 如果你要是一个很干的人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游戏很干 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干的人的话 那这个游戏又很养老 很休闲 其实好吧 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吧 所以说我还可以准备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